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水打面 和面时要保持手和面盆的干净 用手沾水吃面 面要和到沾手为止 这样的面才能柔软好用 为了防止干皮 饧面时要刷上一层油 20分钟后 面就饧好了 现在开始拌馅 首先在肉馅里加入酱油调色 再加进一个鸡蛋 将其拌匀 拌馅时要朝一个方向搅动 因为这样肉才容易上劲 拌匀后 陆续加入花椒大料水 搅拌10分钟 搅至粘稠状态时 放入少量的白糖 再加入味精 接着搅拌 搅匀后 加入料酒 然后在搅拌中陆续地加入盐和香油 香油不要放得太早 否则肉会变老 最后把葱花姜末加进去搅匀 馅儿就拌好了 首先 案板要用干面粉铺底 把和好的面从盆中取出 揉成长条形 然后从中间切开 在案板上搓圆 揪成一两一个的剂子 再用手把剂子摁成直径为4厘米的扁平圆片 用翅板把馅儿放进皮里 做成包子的形状 门丁肉饼的煎制过程 和我们经常吃的馅儿饼做法相似 先将油加热 把包好馅儿的饼馅儿口朝下扣入锅中 用手轻轻地摁中间的部分 摁到有两厘米后就可以了 然后又微火慢煎 煎到底下一面成金黄色时 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好的这一面要刷上油 用来保持饼面的温润 等另一面也煎到金黄色 门丁肉饼彻底鼓起来时 就可以出锅了 外焦里嫩 清香润口的门丁肉饼 做好了 陈的希腊 ands祭 11 00 ... 无仇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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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